華麗廟堂近遭火神吞噬 石牆之隔內部已成火海 貪男火蛇不斷從店內竄出 許多木頭製品全部複製一具 雲林知名的媽祖廟抖漏了新興溝 頂層的林霄寶殿不免因起火燃燒 消防員緊急到場布水線灌救 店內全燒成一片焦土地上的黑色泥水 滿是焦黑木屑 二十噸神像全部燒毀 三樓寶殿三十平方公尺的面積 全部燒光光 恐怖大火一二樓的神明可坐不住 工作人員緊急把神明請下 緊急避難 這個油在第一年 都在第一次都在第一次 諾大神像有些都比人還要重 想撤離得花點功夫 眾人七手八腳才能合力搬出 雖然三樓燒得精光 不過鎖性火勢沒有延燒期的大電級庫房 也沒有人員受傷 老大就有勝出的狀況 現在不用說這個水 就來英雄就拿禮拜的財牌 所以我們先把我們馬祖吃電 還稍微平准 先把車來辦公室 起火原因還有待調查 大火突然來襲 連神明都在避難 記得廖文賓王金學 陳志茂雲林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